招和时期的最强怪兽是谁 是那个一口波打乱磕头对两块玻璃的宜兆度火球仙人吗 还是那个一堂火点燃左肥脑袋的炎嫂呢 哦 招和时期的最强怪兽 毋庸置疑是一人打退奥特六世纪的古兰特王 同时他还是文顺多没有人为乐色的招和怪兽 那么这样一只强力怪兽 他每代个体的表现又是怎么样呢 本期阿泽就带大家来看看 古兰特王另一代个体的战绩都是怎么样的吧 初代古兰特王登场于奥特五宇宙 身高70米体重为21万5000吨 是一只由宇宙帝王斗达使用宇宙中飘荡着的怪兽 恶力融合而成的超级怪兽 头上的双脚取自于古兰怪兽哥摩拉 双手的钳子取自于岩石怪兽萨德拉 左手的装甲取自于巴尔坦星人 尾巴取自于古兰怪兽双尾怪 拥有极其强大的实力 甚至还在小说中描述过古兰特王和安佩拉西人的战斗 而这场战斗也是以弑军力敌而收尾 朋友古兰特王在剧中的表现里直接拉马 一人单挑奥特兄弟而不落下风 即便是奥特五兄弟的红尾火花 也为能成功破防古兰特王 反倒是被古兰雷射击倒战机 而在泰罗加入战机之后 战况也没有得到缓解 仅仅是在单独作战的几个回合之后 奥特兄弟变合订为超级泰罗 这才将古兰特王击败 继续说为什么非要合成超级泰罗 才能战胜古兰特王呢 这点在设定中也有个解释 大家来看这张图 六兄弟联手也打不赢 也就是说这场战有没有泰罗 其实区别不大 反正都打不赢 虽说古兰特王拥有了超强的实力 但这同样也限制了他的出掌 在之后的奥特曼作品中 古兰特王一直处于被遗忘的状态 不过被遗忘有时是一些坏事啊 你看隔壁的结盾 这样的劳魔怪兽 已经从之前的大boss 轮为信任他随便乱杀的垃圾了 虽然出场了四十一波 但每一次都是直接拉门 第二代古兰特王登场于银河奥特曼中 时隔29年之后 曾经的最强怪兽 古兰特王终于迎来了反场 这次登场的个体叫超级古兰特王 是一只设定上 全方位吊打初代古兰特王的超级怪兽 外形方面上 对于初代个体来说 也有了一些细节上的变化 最明显的就是身体颜色 从银灰色变成了黄金色 从手捨起雕的萨德拉和巴尔塔的特征 转变为冷戏地爪的物质 背部的尖刺 三尺粗弹来说也真的更加粗大 这一代的个体 是由纳克尔性能 和被迷惑的美丽 共同实体化而来的 依然对抗银河和珊瑶 而不过下风 表现虽然说 看起来没有主弹 这体那么常识 但大家都要知道 那可是红山银河样 一个这边神秘骚的男人 扎进来的都只有被吊打的份 而超级古兰特王 却能做到不落下风 可想让人实力有多强了 这之后的就是 用小高贵的拯救被利用的美丽 比如自己前往美丽的一圈间 这两道的粘蛋 更是只有哀打的份 即使吃高三人做实体化的 粗带赛文 一家参战也并未能扭软战斤 被超级古兰特王 一口拨直接打到绝体 就在超级古兰特王 打算处击银河和珊瑶之地 小光则是带着美丽重新上线 竟然单手破了一个盾 便将超级古兰特王的光线 尽速挡下 之后在小光和美丽 三头的恋爱攻击下 银河使用银河之光 将超级古兰特王彻底击败 什么 热光 黑暗的力量 黑暗要被虚心殆尽了 第三代古兰特王登场 与维克特的格斗中 时隔多年之后 古兰特王终于是再次和咒打入队 并以毛铃超级古兰特王的个体登场 主机能力兄弟艾斯和银河为特帝 与上一代个体相比 这代的古兰特王外形上再次发生了改变 最明显的就是舍弃掉了右手的前色 全二代的就是一把咒打同款的大宝剑 实力方面不用多说 依然是属性第一打波而不落下轰 甚至还在阻位对波的烈士环境下 一击打得银河为特帝直接解体 可为了第一个让银河为特帝直接的怪兽 排面可谓是直接拉满 但在银河为特帝击败照达之后的实力被大幅度削弱 最终被银河穿军光线 奥特的双周闪光和梅塔尼米光线联合击败 第四代古兰头王登场于欧布奥特币中 以土质魔王兽的个体登场被称作魔格古兰头王 掌向方面遵循了初代古兰头王的模板 身体的颜色也变回了银灰色 这次出现的魔格古兰头王无论是排面还是战机 都是历代个体中表现最差的了 完全没有了之前个体一打波的实力 由于加古拉想起灌输能量而在沉河苏醒 而在之后与欧布的战斗中 并未有特别亮眼的表现 反而是因为笨重的体型被欧布反复的殴打 虽然可以凭借胸口射出的贯穿光线 对欧布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但它的贯穿光线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弱点 那就是会被镜面反射 欧布正是利用了阵阶特币 利用护盾反射了魔格古兰头王的光线 并将其打出将军 最后使用四拍的遥光线进行补造 第五代古兰头王登场于罗布奥特曼中 由每件杀机变身而成 以古兰头王梅加勒斯的个体登场 这一代的古兰头王回归了一打波的正常模式 出战场时便压倒性的力量击败了暴怒的罗莫拉 而在之后与罗布兄弟的战斗中 两兄弟的各种技能都无法破防古兰头王梅加勒斯 被古兰头王各种花式击人掉了 只可惜这一代的古兰头王依旧进行了光线 并非反射的弱点 罗布开队反射光线的同时 不宜使用大地剥裂加以配合 最终击败了古兰头王梅加勒斯 好了以上便是历代古兰头王的个体解释了 其实不难发现 作为招呼时代文师不作没有卢文乐斯的怪兽 古兰头王的牌面还是拉满的 一打多才是古兰头王的正常操作 当然了 朗布多的那只 那么问题来了 古兰头王会在日后的作品中卢文乐斯怪兽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想法 我们下期再见